就已经将真心和体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第一季上她拉着众人告别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第二季杨子依旧很真诚的观众表达着感谢 一个演员的演技决定着她能站多高 而格局和人品决定着她能走多远 杨子就是那个注定走得很远站得很高的顶流 也难怪姊妹拍一部戏就能收获无数真心赞誉 因为明白张婉一的男主之位来之不易 所以她总是会在活动中会张婉一证明 一次又一次的提及表哥才是真正的男一号 不行他是我们戏的男一号 而张婉一也一直是真心大方的对待姊妹 和一些聚播火了之后 开始和杨子避嫌的男演员形成鲜明的对比 张婉一每次都是毫不吝啬地表达对杨子的喜欢 我觉得性格特别好 这种女孩的性格很招人喜欢 经常走戏的时候我俩就闹着玩呢 在娱乐圈这种真真假假的臣服里 杨子真的可以说是一股轻流的存在 只要和他接触过的明星都对他赞不绝口 都在说何老师真的很宠杨子 甚至本次杨子去何老师都极力地给他称唱 却很少人知道何老师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他们认识了很多年 而是杨子真的对他的每一位好友都真诚善良 杨子做客蘑菇屋时树枝马上要划到两人 杨子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挡住何老师 何老师能对杨子这么好真的就不奇怪了 早前长相思第一季的告别会上 串子的等人上台告别时 杨子注意到了一旁眼里含泪的麻子 立马撕下手里的一截指给他 极力把那些并不出名的演员往前推 一直在给别人在观众面前亮眼的机会 看似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确实杨子在诚心诚意做事 所以即使是那些看遍了内娱冷暖的女明星时 在提起杨子时也一直赞不绝口 在内娱一向以真实著称的孟子依 就曾当众表达对杨子感谢 在沉香如谢播出时有通告说孟子依咽压杨子 孟子依看不过去立马就在直播间替姊妹发声 杨子第一时间不是在乎自己的形象 而是让孟子依保护好自己 当时给他发微信的时候 当天晚上他也是跟我讲说他相信不是我搞的 然后他就说让我要保护好自己 他也可能也怕我 如果这个时候我就敢在发微博说什么东西 会对我不好会伤害到我 宋益仅仅是和杨子一起录制了一档综艺 就把他当做的真心的好朋友 甚至参加节目第一个想到的好友就是杨子 我这个想寄给杨子 对 其实我跟他是没有合作过的 然后因为去年一起参加一个活动 我们一段时间心情不好 然后他说那你拼乐高啊 然后就是很舒缓 然后很难解压就给我拼了 所以当时心里还是挺感动的 而贾玲的一句杨子很仗义就直接透露出 姊妹在内娱的地位都是她自己争来的 齐玲杰想邀请她参演自己的电影 但担心角色是反派会影响她的口碑 而杨子不仅立马答应下来 还一句话就打消贾玲的疑虑 因为她本身的形象跟里面这个饰演的这个痘痘反差特别大 其实我当时想了很久 就要不要找阿子过来挑战这样的角色 因为跟她本人在观众心里的印象其实差挺远的 就因为杨子这些年的付出 才能让于和伟脱口而出就是夸赞的话语 他们个个都有礼貌 用功 用心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会问我 就是关于表演 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场更好 有礼貌重感情单纯 哎呀 特别特别感动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杨子 果然你可以永远相信杨子的人品